大家好,我是学良 我现在所在位是Basso 2018年的表展的现场 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宝格力ACTO超薄自动上链飞行驼飞轮万表 那这个是宝格力在超薄领域第四件破纪录的作品 事实上在前几年的手上链的超薄驼飞轮 也是由宝格力所创下的纪录 那今年在这个纪录上面 在更加的精进推出了自动上链的版本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考量说 平常佩戴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帮它上链 所以自动上链当然相对之下是更加的实用 那它的厚度只有机芯的部分只有1.95毫米 那即使再加上这个表壳也只有3.95毫米 这边有一个50元台币的硬币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你可以看到厚度几乎差不多 只有多一点点而已 这个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你可以把飞行驼飞轮做到这么薄 尤其是自动上链的驼飞轮 那我们先看一下驼飞轮本身 它跟之前的手上链的概念是一样 就是借由单边固定的支架的方式来设定这个驼飞轮框架 那周边呢采用这个滚珠轴层来提供一个这个湿力的这个支撑 因此可以达到很好的稳定性 那这一次呢在原本手上链的概念上面呢 在增加了周边自动盘 也就是在这个机芯的周围呢 它有一个这边看不到的一个自动盘 当你手在摇晃的时候 这自动盘就会随之摆当 那自动盘它采用的是一半是铝金属 一半是白K金 因此有一个配重的这个变化 当你在手臂在转动的时候呢 它就会跟随摇摆 帮这个机芯提供上链 那表壳的部分我顺便也提一下 这个Octo非常著名的110个切面 那非常复杂的这个表壳 那这一次呢手自动上链呢 它的表冠其实依然提供了这个所谓的手上链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觉得动力不是很足的时候 也许也可以用手上链的方式 转动龙头 你可以看到它的发条 就会跟随着帮它提供动力 好 那但是怎么调教时间呢 一般龙头调教时间通常是拉出来 但是它调教时间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要是希望它的薄度能够更鲜薄 所以在这边采用了一个按压式 有点换挡的概念 这样的调教机制 所以如果你要调教时间呢 同一个龙头 但是呢你要先按压一下 把它这个切换到 齿轮切换到这个调教时间这一档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这个自由的来调教时间 在这个机制上呢 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你要回去呢 就是再按压一下 齿轮切换回去 就可以这个帮它做手上链 所以同时有手上链 跟这个自动上链 那它依然是采用了这个钛金属的表 可能是微喷砂的处理 质感非常的特别 但是拿在手上 戴在手上其实非常非常的轻盈 它的定价呢 以台币来讲是382万 那380几万就可以拥有这一款 这个创纪录的飞行超薄陀飞轮 这也算是相当难得 这是今年宝格力全新推出的 Octo系列 这个Finish Simo超薄 自动上链飞行托飞轮万表